今天我们也是分别了261天 能够在这个日子重新见到我们的老朋友 感觉也非常的惊喜 也是实现了我们在台北分别时 许下的想见你的小小愿望 4月9号 买英九级随行的台湾青年学生到访北京大学 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北大的卫民湖畔 不少台湾青年与大陆学子合影留念 身后的百年博压塔 见证了年轻人之间的热切交流 卫民湖畔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台湾学生黄宇兹 正在打太极 他热情邀请马英九下场体验 一项热爱体育运动的马英九欣然同意 一朝一世间颇有章法 我觉得太极是发源自中国 是属于中国人的运动 所以希望台湾跟大陆的人民 可以一起来参与这项运动 可以强身健体 也可以促进感情 2023年 马英九率领部分台湾学生 赴大陆技组参访 随后邀请了大陆五所高校的 37位师生走进台湾回访交流 不少两岸学子在彼时 协下了深厚情谊 此次参访北大期间 部分当时回访的学生也在其中 正是京城好风景 繁花时节又逢君 老友再度重逢 热络一如从前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北京大学 因为再次能够与我的好朋友们会面 发掘我们许多共同的话题 不论是在电影艺术文化 还有未来电影的这些 还有未来一些工作的规划上 那今天这次机会认识到 许多新的优秀的朋友们 刚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很多大陆的同学朋友 有提到说他们过去 去年有来台北 有来台湾 那聊天的过程中就谈到了很多 有关于美食啊 他们在台湾吃了什么样 比较流行的食物 我觉得谈论这样子文化上 还有在食物上面的一些经验 跟分享 我觉得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聊到就是 我特别特别想去台湾 然后他也给我介绍 并发出了邀请 然后我也跟他讲 我说我就是北京本地人 然后对整个的北京非常的了解 所以呢也特别特别欢迎 他明年再来的时候再来找我 我一定带他吃烤鸭吃爆肚风 把北京逛好 在交流环节 新老朋友齐聚一堂 有护家微信保持联系的 有互换校辉留作纪念的 有同主一框拍照留念的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中文系的女孩 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喜欢的小说呀 喜欢的影视作品呀这些 然后发现我们的文化上的选择 非常非常的一致 最近两岸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繁花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看过 他们就非常高兴地跟我说 说黄河路是真的存在吗 要去打卡拍照一下 然后就说一定要去上海吃一次饱走泡饭 我觉得这个不仅充分说明了 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文化兴趣是相同的 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根源和血脉连结 是永远不会断的 正是这样一种连结 让我们两岸的和平交往 永远不会道德千头山脚进 而只会堂堂洗水出千村 正如马英九所说 这种年龄相弱 语言文化相同的环境下 两岸年轻人的互动浑然天成 欲罢不能 自然又热络 推动两岸学生交流 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初衷 也是隐蔽的目标 而北京大学不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也是中华民族旧王图存 心学图强的结果 我希望两岸年轻人 未来能够延续这份精神 两岸之间能够和平奋斗 振兴装滑